今天来给大家讲讲英镑 说起英镑 大家意向最深的 握过于16年英国脱欧 当时英镑波动十分大 很多人赚了大钱 也有很多人一夜包仓 那时只要有英国官员 出来讲一句 关于英国脱欧进程的话 就足以影响英镑的走势 让人一度怀疑 英国官员是不是可以 操纵外汇市场了 今年1月 英国终于正式脱欧了 也不再受欧盟规则的约束 接触他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影响英镑走势的因素 不外乎货币政策 经济发展和疫情控制 英国经济不但受到疫情冲击 同时受到今年正式脱离欧盟影响 英国去年经济大幅倒退 9.9% 是超过300年来最大跌幅 大家可以知道 关于疫情的控制 足足可以影响到 英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经济 由于政府最近提前实现了 4月中旬之前 向所有优先群体提供疫苗的目标 政府已向3350万人提供了第一剂疫苗 这是国家统计局最新人口 估计数6680万人的一半以上 达到50%的水平 将使英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脱颖而出 英国将会是发达国家里第一个完成 70%人口疫苗接种的国家 只要大家接种了疫苗 疫情得到控制 那么就可以早日放松封锁限制 国际旅游也能更快地重新开始 英国央行乐观地表示 因为疫苗接种计划将使疫情封锁和公众 对健康担忧得到缓解 预计在2021年 英国GDP将迅速恢复到 新冠病毒感染前的水平 从技术分析上来看 邦美近期在1.36到1.41区间 做波动操作 断线可以在这个区间波段操作 中长线目标价格看到1.44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